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文史大观语言 我是大鹏 前一段时间了 我们讲过了民国时期留辫子的文化欺人 顾鸿鸣 其实还有这么一位也是留着辫子的国学大师 他可谓是国事无双学冠中西 梁启超赞誉他不独为中国所有 而为全世界之所有 他便是20世纪中国第一大学者王国为 在民国初期那个年代 最汹涌的群众运动莫过于捡辫子了 一些个文人纷纷的捡了辫子 穿上西服 争先恐后的表达自己与时俱进 可是王国为仍然扎着辫子 穿着长袍马褂 成为了清华园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这捡辫子的风潮中 走在前面的应该是这北大的学生 他们捡了很多人的辫子 不过唯独王国为出入北大 北大的学生见着他 却慌忙的把这捡刀藏在了背后 毕恭毕敬的 万血妖身居于公说了声 先生请 只见王国为从容的进出 辫子却安然无恙 王国为心里明白 在每年前中国人已经经历过了一次 剃发异服 但是文脉好歹还是承传下来 如今面临几千年不曾有的大变局 若没有一两个互道者 恐怕连皮带囊都被换了 那个时候 中国还是摇顺雨汤的中国吗 中国人还是炎黄子孙吗 头发与服饰是几千年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面对汹涌而来的西学潮流 王国为坚守的 仿佛是大海中的一夜偏舟 孤独无助而又坚定地前行着 光绪三年 王国为诞生在浙江海宁王家 原是狼牙王室东晋宰相王岛后人的一支 是宋代抗金名将王炳的三十四代孙 可谓是家世渊源神厚 王国为父亲王乃玉 早年读书却没能求得功名 就在查期之事学习经商 闲暇至于欲供书画篆课 诗文古词博舌多才 颇有著述传世 王国为起初名叫做王国珍 后来改名为王国为 自靖安 这是出自诗经大雅文王 而国珍国为之名 均出自王国客生维州之珍这一句 意思是说 周王朝能够长久不衰 是有赖约动良之才 靖安二字则是出自 极极多士文王以宁这一句 这里的宁是说 众多贤财极极一堂 周文王便可也靖安了 由此可见 王乃玉对儿子 寄予了多么宏大的愿望 希望儿子将来能成为 维护国家安定的动良之才 王国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 富有历史文化渊源的家庭中 在父亲的熏陶和指导之下 博览群书也广泛涉了 传统文化的史学教堪 考据之学等许多领域 15岁时 王国为考取秀才之名 有海宁才子之声 父亲王乃玉也颇为高兴和欣慰 觉得儿子很不错 距离自己梦梦以求的夙月 越来越近了 王乃玉一心希望 王国为能科考得众 光耀门眉 谁知啊 这个一向循规蹈矩 对父亲言听计从的青涩少年 王国为却突然有了自己的主张 虽然负命难违 王国为不敢不去 不过结果却出人意料 一些才华远不如王国为的人 都得以高中 而王国为却两次科考度名落孙山 坊间又传言说是王国为 故意交了白卷 恰逢考试时还出现了科考舞弊案 这样的科举考试考了还有何用呢 也算是给了父亲一个交代 王国为生风晚清 此时早已是礼崩乐坏 风雨飘摇 在清末西学东建的影响之下 王国为也曾醉心于西方文化 并且通读了康德书本华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 成为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之一 后来王国为认识到 从西方传来的诸家学说 清洁人意道德 强调自我个性的膨胀与宣泄 要用这些吸来所谓的新文化 来代替中国传统的旧文化 势必会造成了诸多的流弊遗害后人 王国为决定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可以在新时代里大放异彩 王国为以他超强的领悟力 广泛研究了中国文学、美学、古文字、历史学 版本目录学和敦煌学等诸多领域 并做出了杰术的贡献 被学术界誉为学冠中西的国学大师 是20世纪前期最有学问、最有创建的中国学者 被誉为中国前300年学术的杰术人 后80年学术的开创者 梁启超赞誉他 不读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 王国为目睹了大清王朝的没落与崩溃 当时人们或上下求索或放荡行骸 乃至精神迷茫的痛楚 他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画 如同陈年老酒般让人回味无穷 也像春天的不顾鸟令人耳目一息 这不仅在当时中国独领风骚 也同样是领先于当时世界人文科学领域的结束成果 王国为在《人间词画》一书中第26条 他留下了一段广为传颂的精妙文字 古今之城大事业大学问者 欲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臂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 一带见宽终不回 唯一消德人憔悴 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此第三境也 这三个境界借用了艳书的蝶脸花 刘勇的蝶脸花 星期级的《清余案》缘系中的精彩词句 引出悠悠的原意 形象地概括了人们从迷惘探求到滋滋求索 最终获取成功的喜悦 真是人生事业成功无法逾越的三个阶段 也是人生事业成功的必经之路 细细玩味 原本与此不相干的词句 他竟能引申出这方面的意思来 王国伟的高明之处是不言自语 1922年 曾任陕甘总督的前卿大员声韵 非常欣赏王国伟的才华 于是推荐王国伟到清宫里来当溥仪的老师 教溥仪读书 1923年 王国伟应照任清训地溥仪南书房行走 王国伟以一届不一进入清廷南书房 属于特恩直拔 这才使得秀才出身的他一跃容身为帝师 王国伟欣然接受并感恩溥仪的执语之恩 后来溥仪又赏识他可以在紫禁城骑马 王国伟更看证是真恩厚择 实实在想着如何报答皇帝的恩典 当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到了北京 逼如普玉出宫时 王国伟赔誓所有不离不弃 此时王国伟对冯玉祥撕毁民国的清室优待条理 欺人之弱 乘人之丧 以强暴行之 出尔反尔的无偿态度义愤填膺 因为启齿大路 1924年秋 秦华学校正在筹办国学研究院 校长曹云祥希望聘请胡适进入国学院 担任其中一位导师 但胡适却说 非低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 我实在是不敢当 你最好去请梁任公 王静安等大师 方能把这研究院办好 1925年春 吴密带着校长曹云祥签发的聘书 来到了北京城内王国伟的家 一见面 吴密立即行跪拜大礼 恭请王国伟出任清华国学院的教授 这让王国伟觉得 清华不仅是对他个人人格的尊重 更是对整个中华文化传统的尊重 因此 王国伟欣然答应 可以考虑清华国学院的邀请 后来清华国学院 又陆续聘请了梁启超 陈英雀 赵元润三人 与王国伟一起 并成为国学院四大导师 看为一时之选 被当时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 国学院在四年中培养了许多中国人文学界的著名学者 挑起传统文化既往开来的重任 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段无法复制的传奇 也在中国国学史上 专刻下令后人仰望的高度 王国伟不苟言笑 表面看起来也总是一副严肃冷峻的样子 可赵元润的太太杨布韦女士 可是个直言快语的大嗓门 他见了王国伟总是目不作声 据说王国伟50岁受淡的时候 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同事们 办了三桌酒席为他祝寿 四大导师和夫人们聚齐了 赵太太硬是必让着不和王国伟同桌用餐 说道我在这一桌就行了 我不做王先生那一桌 果然王国伟的那一桌一直都是默默寡言 而赵太太那一桌却总是还生笑语 不绝于耳 王国伟的孩子较多 他一闲下来就抱着孩子逗乐 一个抱大了 一个接着来 孩子们总喜欢跑到他做徐问的前院去玩耍 有的时候这声音闹得太大了 夫人怕孩子们搅扰了王国伟读书 便拿起了一把尺子装作怒气冲冲的样子 要把这孩子们赶回到后院去 小孩子们才不理会那一套 一窝蜂的躲在了王国伟的背后 王国伟一手拿着书继续阅读 一手则护着孩子们满院转 和夫人玩起了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闹得夫人是啼笑皆非 一家人被王国伟斗得是其乐融融 王国伟18岁的时候 父亲王乃玉就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 1895年11月 王国伟与这位默姓富商家的女儿结了婚 默氏年龄比他小上三四岁 是个刚过寄击之年的少女 1898年 王国伟离家赴上海求学谋生 1900年春 王国伟又在罗振玉的资助之下 被前往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 妻子默氏 以及他的三个孩子都被安置在家 王国伟一边与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 他们一个安心的专注于学问 一个不辞辛苦的操持家务琐事 岁月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偷偷溜走了 1905年王国伟回到了老家 可当他第一眼见到库月19的妻子默氏的时候 他惊讶的几乎没能认出来 眼前比自己还小上几岁的妻子 如今看起来竟是如此的苍老 鼻子一酸 竟忍不住的抽气起来 有谁能知道 自己的结发妻子 这些年来 一个人带着孩子操持家务 究竟受了多少的辛苦 无限的悲剧与慷慷涌上心头 一首蝶恋花 悦然至上 遇尽天涯离别苦 不到归来 凌落花如雪 花地相看 无异语 预传春雨天聚末 带把相思登下素 一缕心欢 旧恨千千缕 罪使人间留不住 诸言辞尽 花此数 罪使人间留不住 诸言辞尽 花此数 这看似婉悦 却最能刺通人心的话语 本来是写给夫人 其实 何尝不是写给自己 何尝不是写给历史 又何尝不是写给这个悲剧的尘世呢 1927年4月11日 著名的湖南大学学者 版本目的学专家叶德辉 被中共领导的湖南农民协会 冠以封建于孽 好身领受的罪名 在流程桥门外的十字岭 枪决杀害 家产在湖南农民运动中 被洗劫一空 这一事 并北京学见的异常震惊 也让王国伟感到了 无限的悲凉和惊恐 毛泽东却兴高采烈 绘声绘色的描述当时的情景 将第一竹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只脚 反对农会的土豪猎身的家里 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 土豪猎身的小姐少奶的牙床上 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1927年6月1日 王国伟的学生江两夫来访 师生二人探讨了关于时局的一些问题 王国伟却说 我总不想再受辱 我受不得一点辱 1927年6月2日 内心充满恐惧的王国伟 看起来还和往常一样 吃完早饭来到校园 照常处理完公务之后 向同事借了五元钱 因为王国伟啊 平时的没有带钱的习惯 大家对他借钱也都细以为常了 王国伟拦下了一辆人力车 前往颐和园 来到昆明湖 雨枣轩纵身 跳入湖中 湖水不深 落水之后呢 王国伟被很快的救起 救起时 他的衣衫还并没有完全湿透 口鼻处却全是淤泥 王国伟口袋的遗书中写着这样的话 五十之年 只欠一死 经此事变 义无再入 随着大师的离去 一个时代 结束了 王国伟被安葬在了清华大学校园内 陈寅雀带领国学院众学子 对他们的先生行了叩拜大礼 1929年6月2日 为了纪念这位结束的学者 清华国学院师生 募捐修建了一座纪念碑 陈寅雀所钻碑文 欲以深长 为一时之结束 文中有 思想而不自由 雾宁死而的词句 而最后的这一句呢 最为欲以深长 先生之着述 或有识而不张 先生之学说 或有识而可伤 为此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必千万似 与天然而同伙 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雀深刻的评价了 王国为自由独立的精神世界 思想而不自由 勿拧死而 也客观的回答了 王国为自杀 为殉道的真实原因 如今来自西方的幽灵 马列共产主义 经过一百来年不停的强烈灌输 充斥了中华大帝的每个角落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一度被跌落深谷 为愿大师之死 能够唤醒曾经麻木的国人 让中华大帝再次复兴 璀璨的传统文明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收看